大家好,这里是细品岁月。 我今年65岁,是一名退休教师。 自从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就发誓不再回故乡了。 因为我不愿意再次面对那个人,尽管他是我的哥哥, 但他却对我做出的事,我这辈子不会原谅他。 但每每到了清明节,我和我的妻子还是会回到故乡, 去祭拜父母的坟墓。 我不想我的父母被遗忘在那里,毕竟他们劳累了一辈子了。 何况那里是我的故乡,是我生命的起源地, 我永远无法忘怀。 我驾车急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经过五个多小时才到达县城, 然后再转进乡村公路。 随着家乡慢慢的富裕,乡村公路也变得宽阔起来, 大概走了40分钟, 便从乡间公路转进了农村的土路上。 这边的路蜿蜒曲折, 又开了将近半个小时, 终于到达了熟悉的田间。 而这里就是我们家的祖坟了。 其实, 我家祖坟非常简陋, 没有立墓碑, 只有一座小小的土丘。 我的父母, 爷爷和祖爷爷都长眠在这里, 周围则是一望无际的卖地。 我们会自带工具, 给墓地整理一下, 清除草丛。 然后, 点燃明钞和金元宝, 祭奠一顾的父母。 我口中念叨着, 父母, 我们都很好, 你们的孙女很出色, 已经成为了一名博士和大学教师。 我也已经做了祖父了, 但我从来没有在墓前提起过我的哥哥一家。 有时候, 我会在墓前看到烧过纸钱的痕迹, 那就是我的大哥前来祭拜, 但不知道他面对父母时是否什么感受。 有一次我刚下车, 就碰到他了。 他的满头的白发, 勾搂着身子, 一直在咳嗽, 感觉快要把肺咳出来了。 他一看到我, 一下子就愣住了, 站在原地, 张了张嘴, 却没说出一个词, 我也装作没看见, 直直地朝坟前走去。 我自顾地烧着纸钱, 偷偷地瞥了他一眼, 他就一直站在那里, 半天都没动一下, 一阵风吹起了他的白发。 最后, 他还是静静离开了, 不知为何从他的背影里, 让我感受到了一丝悲凉和孤寂。 我苦笑着摇头, 像他这样子的人, 怎么会悲凉孤寂呢? 怎么会有良心呢? 我的父母是农民, 我们家非常贫穷, 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渴了就喝水。 我经常饿得前胸贴后背, 我父亲有八个兄弟姐妹, 其中五个是兄弟, 我父亲排行老二。 据我母亲说, 当我的祖父为几个儿子分家时, 我们家只得到了一口锅, 还带有凿伤。 我的父母是从一无所有开始, 他们每天早出晚归, 辛苦地工作, 只为了能有口饭吃。 但是, 我们家的土地不是很多, 只有四亩半, 根本无法养活我们。 由于贫困, 我父亲去了附近的小煤矿打工, 他在地下挖煤, 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靠手工把煤背出来, 虽然工资并不高, 但比在家里种田算是很多了。 我父亲用辛勤赚来的血汗钱, 购置了三个宅基地, 一处是父母的, 我和哥哥各自也拥有一处。 很快, 我们家就建起了三幢整洁漂亮, 青砖大瓦的房子, 还有一个美丽的小院子。 我的母亲很忙, 除了种田外, 还在院子里种了许多的蔬菜瓜果, 满地花开, 每到春天来临时, 就美得绚烂多彩。 我母亲共生育了三个孩子, 我是老三, 我有一个比我大五岁的哥哥和一个姐姐, 大姐很漂亮, 心灵手巧, 没读几年书, 就很快嫁给了十里外的一个农民。 大哥身材魁梧, 像坐大山一样, 勤劳能干。 他曾想去煤矿打工赚钱, 但被父亲制止了, 因此感到有些不满。 我父亲对母亲说, 我不想让老大夏梅瑶, 那种工作不是人干的, 家里有我一个人受苦就行了, 大哥偶尔也会帮助村里的人盖房子和做零工。 转眼间, 大哥二十二岁了, 以老大的身份, 应该考虑婚姻的问题, 于是母亲将西区的两间房子整理出来, 作为他的新婚房。 父母住在一间屋子里, 另外, 他们也盖了一间小屋子给我住, 我们家在村里的条件算是不错的。 大哥的妻子终于来了, 他脸颊高高骨感, 并且瘦削, 下巴尖尖的, 一看就是不好相处的。 果然, 我嫂子总是阴歇一些鸡毛蒜屁的事和我母亲吵架, 其中, 我嫂子最不满的是我父母供我上学, 他觉得自己吃了亏, 我哥哥只上了几年学就觉得学不来, 所以辍学了, 我的父母也没有阻止他, 因为他的成绩非常糟糕, 他们以为他不适合学习, 我和他不一样, 我天生就是读书的料, 每次考试都在前三, 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村里人都说, 我继承了老曾家的聪明才智, 当我哥哥结婚那年, 我正在上高中, 家里只有两只鸭子, 我妈为了给我补充营养, 特意做了咸鸭蛋, 不让任何人吃, 每次周末我回家, 我妈就会给我带一些腌好的咸鸭蛋, 让我去学校吃, 嫂子嫉妒心非常强, 天天抱怨我父母偏袒, 说我不争气就会花钱, 他每天给我哥哥垂耳边风, 说他们辛苦干活, 而我这个弟弟却占到了许多便宜, 一方面声称要分家, 另一方面却让父母给他们盖一处新的院子, 当时我们家为了建造三座新房子, 父母的积蓄几乎花光了, 私下里, 他们决定留下一些钱供我上大学, 因此, 他们暂时无法为哥哥夫妇建造新房子, 嫂子非常气愤, 怂恿她的丈夫出去工作并挣钱, 但不把钱交到家里, 不久之后, 哥哥夫妇另外盖起了一座房子, 父母拿出了一千块钱, 那时的一千块钱已经相当不少, 相当于现在的十万块钱, 嫂子仍然觉得不够, 到处宣扬, 公公婆婆太偏心了, 只顾留钱给老二, 在这期间, 嫂子连生了两个儿子, 因此她得意洋洋, 认为为我们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说说我自己, 我在县城读书, 当时望子成龙, 但高考时不幸吃坏了肚子, 表现不佳, 没考上大学, 复读需要花费一大笔钱, 因此我的哥嫂非常反对, 第二年, 我再次考试, 考取了师范专科学校, 父母十分高兴, 举办了流水溪请客, 放了五百响鞭炮, 并宰杀了一头猪, 然而, 我的嫂子却说起了风凉话, 指责公公婆婆婆当初盖房时, 没有帮助过他们, 我满心得意, 心情十分高兴, 完全没有察觉到哥哥嫉妒的眼神, 也没有意识到我父亲的身体, 一天比一天虚弱, 当我大二的时候, 我接到了一个坏消息, 我的父亲患上了晚期肝癌, 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病, 他去世时, 仅有五十岁, 母亲痛哭失声, 而我则默默地流泪, 我的嫂子哭声不断, 咱把可怜呀, 她是被你这个大学生累死的呀, 难道不是因为你上学需要花钱吗? 我听到这番话, 怒火中烧, 但在父亲的灵前, 我选择了保持沉默, 避免与嫂子发生冲突, 幸运的是, 我当时能够得到大学的资助, 毕业后, 我回到我的母校, 成为了一名数学老师,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我妈妈缓过来后, 就开始担心我的婚事, 我还没有对象, 她十分焦虑, 甚至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请求没人给我介绍, 因为我有稳定的工作, 家中门几乎被没人踩穿了, 他们介绍了一大批姑娘, 不管是旁是寿, 样貌也各不相同, 但是结婚总得有个房子吧, 于是我妈重新粉刷了我的哥哥和嫂子曾经住过的两间房子, 做好了万全准备, 只等良机降临, 直到和一位女老师林东梅相识, 我俩互有好感, 她笑容可居, 圆圆的脸和弯弯的眉毛很有特点, 是个语文教师, 伸手学生的喜欢, 每每路过她上课的教室, 就能听到她慷慨激昂的朗诵声, 而我的内心也在那时怦怦乱跳, 然而, 我并不擅长恋爱, 也没有任何恋爱经验, 心里想说的话, 却不敢表达出来, 有一次, 我听到同事们在议论, 有人给林东梅介绍对象, 我十分着急, 便写下了一封长长的情书, 当我在林东梅的办公室外来回多步时, 有同事问道, 曾老师, 你有什么事吗? 我慌乱地回答道, 没有, 没有, 最终, 只有她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 我鼓足勇气, 把信塞到了她的手里, 说道, 您亲自打开看看, 林东梅抬起头, 十分惊讶, 随后, 她的大眼睛画成了弯月, 我一溜烟地逃掉了, 听到她在背后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 从那时起, 我带着自己的新娘回到家中, 由于在县城没有住房, 只能在老家举行婚礼, 我们与我的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里, 一年后, 我的妻子生下了我们的女儿, 我们家的小公主非常可爱, 由于当时的独生子女政策, 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我的哥哥和他们家的儿子很自豪, 他们有两个儿子, 而我只有一个女儿, 尽管我母亲经常劝我们再要一个孩子, 但这似乎并不可行, 后来, 我通过自学考取了本科学历, 并展现出了对数学通俗易懂, 灵活多变的讲解能力, 成为了备受敬重的教学名师, 并在此后被调到十二中任教, 我的妻子也随后调到了市里工作, 2000年, 我们花费了十万, 并贷款五万, 在市里购买了一套103平米的房子, 当时的工资实在太低, 每月只有几百元, 我的母亲一直习惯于住在老家, 而我一家人则搬到了市里, 但每到过年过节, 我们肯定是要回到老家, 尽管老家条件很好, 但冬天太冷, 夏天太热, 房屋状况也有些破烂了, 于是我和妻子商量决定, 将老家的院子夹盖二层小楼, 幸好, 我的妻子非常通透明理, 她认为我们迟早会回去住, 所以对此提议非常支持, 我们共花费了十二万, 建起了小楼, 并为了取暖, 在老娘的房间花了不少费用, 安装了暖气, 还给她的房间专门装上了空调, 在盖楼的过程中, 大哥和嫂子只是旁观者, 并没有帮忙, 多年以来, 我的侄子们没有好好学习, 只完成了初中学业, 就出去打工, 值得一提的是, 大哥占了另外一块宅基地, 给大侄子盖了一座房子, 我父亲早年购买了三处宅基地, 除了老宅院, 大哥占了另外两处, 尽管我是城镇户口, 但我没有争夺大哥拥有的宅基地, 我只需要老宅院, 回到老家看望我的母亲, 以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然而, 我的哥哥和嫂子一直抱怨说妈妈偏心, 不愿意供养她的晚年, 没有出一分钱的养老金, 虽然口头上不表示反对, 但做人应该要有良心, 我只能尽心尽力孝顺母亲, 而无法管束哥哥的事情, 当我母亲生病住院时, 所有的住院费用和药品费用, 都是我支付的, 而哥哥指向征性地走了一圈, 我的母亲在70岁时患上了脑血栓, 行动不便, 无法自理饮食, 我十分担心母亲, 于是将她接到城市, 在院子里用大锁锁住, 但是母亲十分怀念家乡, 住在我们的房子里就像关在鸽子笼中, 感到十分郁闷, 她只会说家乡话, 出门也没有人与她聊天, 当带着母亲回到老家时, 却发现哥哥嫂子已经霸占了老宅, 嫂子皮笑肉不笑地说, 城里人还回什么乡下, 这个院子是我们的, 对此我感到非常生气, 这个老院子是我父母的, 什么时候成你们的了? 嫂子非常不讲道理地回答,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 就住在这个院子里, 老爷子向我们保证, 这个院子是我们的, 听到这里, 我母亲也变得着急起来, 你父亲确实说过这种话, 但他也说过, 我们有三个宅基地, 如果你们占了别的地方, 这个院子就不属于你们了, 老大哥也在旁边说, 我们父母一致偏心, 我有两个儿子, 他们也需要宅基地, 我们需要两个地方, 所以我只能住在老院子了, 嫂子也在一旁嚷嚷着说, 你们家只有一个女孩子, 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 不能再继续占用老家的房子, 这是什么逻辑, 仅仅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女孩子, 就成了错了吗, 即使我不是农村户口, 我也能继承我父母的房子吧, 我愤怒地问大哥, 你这不是抢了我的东西吗, 这个二层小楼是我掏钱盖的, 我脑子开始发昏, 我们开始大吵大闹, 突然, 两个侄子听到消息赶来了, 他们撸起了袖子, 准备动手, 这简直翻天了, 这两个小家伙居然想对我动手, 我气急败坏, 推开大嫂冲了进去, 大嫂失去平衡, 猎切着后退, 我两个侄子不满了, 居然对我拳打脚踢, 我失去理智了, 眼睛变红了, 这还是我的亲人吗, 我脑子混乱, 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开始对两个侄子踢踹, 我的大侄子竟然被我推倒在地, 我的大嫂在一旁大声咒骂, 言辞非常难听, 在一片混沌中, 我眼见一道荧光闪烁, 胸口瞬间剧痛, 接着软绵绵地倒了下来, 在那一瞬间, 我看到了大哥怒气冲冲的面容, 他手中紧握着一把锄头, 宛如一把弯月大砍刀, 我被周围人簇拥着送到了医院, 大哥打断了我的三根肋骨, 我趴在床上整整三个月, 才勉强作气, 我娘哭了, 老泪纵横, 我们不能回老家, 娘不想跟大哥一起住, 虽然委屈, 只能和我们一起生活, 当时, 我四十五岁, 大哥五十岁, 自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那是我心碎的地方, 没有亲情, 只有无尽的痛苦, 为了得到老宅, 我的亲哥哥不顾我们兄弟姐妹的感情, 奴子之情, 他还能称之为哥哥吗, 哪怕是陌生人也不如, 我听说, 大哥占据了我们的老宅, 就在我盖的两层楼上, 也没有为母亲养老送终, 他的良心, 难道不会受到谴责吗, 日子如梭, 岁月匆匆流逝, 转眼间, 二十载已逝, 母亲已离人世, 即便我回老家上坟, 也无法给予更多关怀, 女儿攻读博士学位后, 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夫婿和女儿都孝顺我们, 老伴和我没有与他们同住, 我们喜欢独立生活, 我已经退休五年, 每月拿着九千元的退休金, 闲暇时, 会跟一些老朋友下棋, 打牌以及钓鱼, 每年我们还会一起去旅行, 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 退休生活轻松愉快, 自由自在, 我听说, 两个侄子都跑到上海打工, 赚了不少钱, 在县城里买了房子, 大哥和大嫂仍住在农村, 我还听说, 两个侄子都结婚了, 两个媳妇都不好相处, 家教不正, 子孙难保, 两个侄子和他们的媳妇, 不抬回家看望大哥和大嫂, 家里有三处住房用地, 其中两处都废弃了, 没有人居住, 在当时, 究竟为什么要争夺呢? 这些事与我无关了, 前几天, 我开车到一个不知名的湖边钓鱼, 初夏的微风非常舒适, 湖面微波荡漾, 柳树依依, 我把评书放在手机上, 一边听故事, 一边铺设鱼竿, 拿出鞋带的小折椅坐在湖边, 我的钓游总是取消我是随缘者, 江泰公钓鱼, 钓鱼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 不论有没有收获, 都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突然, 我的手机响了, 显示一个陌生号码, 我皱起眉头, 心想, 难道是骗子, 但我还是决定接听, 因为说不定会有急事需要处理, 接通后, 我听到了一个男人哽咽的声音, 二叔, 我是你的大侄子, 我爸爸垂危了, 希望你能回老家看一眼, 这让我沉默了, 内心有着激烈的争斗, 回忆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播放, 我的心口隐隐作痛, 我无法原谅我的哥哥, 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个请求, 最终, 我选择了保持沉默, 没有回应, 大侄子很失望地放下电话, 我再也无心钓鱼, 匆匆忙忙回了家, 我像丢了婚一样, 做什么都心不在焉, 小时候的场景在眼前展现, 我与哥哥嘻嘻打闹, 有一次, 我爸买了一串糖葫芦, 一共四个, 姐姐, 哥哥和我, 各吃一个, 真的很好吃, 酸甜可口, 还有一个剩下, 无法分开, 姐姐不想吃, 大哥舔了舔嘴唇, 递给我说, 二娃, 你吃, 我咬了一小口, 又递给他, 那时我曾吃过最美味的糖葫芦, 我的眼眶湿润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意荡然无存呢, 我的老伴察觉到了我的心事, 追问我的缘由, 我向他倾诉了一切, 我注视着他的眼睛, 说, 我想回去一趟, 他默许地点了点头, 握住我的手说, 我跟你一块回去, 我四肩般地回到了老家, 沿着记忆的轨迹来到老院, 然而, 门紧锁着, 透过门缝看去, 院子里荒草丛生, 邻居告诉我, 你哥哥不在这里住了, 几年前搬到别的院子了, 我前往了别的院子, 这是一处平房, 大侄子听到声响音了出来, 眼圈红肿地说, 二叔, 你回来了, 我跟着大侄子走进了屋子, 发现里面的陈设非常简朴, 令人一片漆黑, 大嫂已经年迈疲惫, 弯着腰拖着背, 当她看到我进来, 她用瘦弱的手擦去眼泪, 大哥躺在床上, 瘦骨凌寻, 脸色苍白, 虽然她睁着眼睛, 但却没有任何的视线焦点, 她的胳膊细得像根棍子, 呼气多吸气少, 大嫂附在她的耳边, 大哥, 二弟回来看你了, 大哥的眼睛瞬间明亮起来, 艰难地转过头, 朝我看去, 我内心无比痛苦, 但所有的隔阂都在一瞬间烟消云散, 眼前所看到的是我的亲大哥, 是那个硬朗的大哥,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大哥, 我抓住他的手, 发现他的手非常干瘪, 冷得像冰块一样, 一滴泪顺着他的脸颊滑落, 混浊不清, 他的声音轻柔细微, 但我清楚地听到, 二望, 那时是我做错了, 我已经搬出那个院子了, 我哽咽着大声呼喊, 大哥, 他的老泪纵横, 流泪的同时, 他欣慰地笑着, 我既哭又笑, 仿佛我们回到了不解之缘的童年时光, 第二天, 我亲自筹办, 让大哥安息于土中, 大家认为, 我做得对吗? 是不是应该原谅大哥? 大家好, 这里是细品岁月, 人老还童, 指的并不是年龄, 而是心态, 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 即使老了, 也不可能完全退休, 要帮衬子女, 还要照顾孙子, 这是大部分中国老人的现状, 但也有一些老人, 思想很开放, 对于自己的晚年也有着极致的追求, 可在子女心里, 父母的这种做法, 就是离经叛道, 很多子女无法理解父母的心情, 更不会在意父母的感受, 只顾着一味的啃老, 而现年65岁的张叔叔和老伴李阿姨, 两个人辛苦了一辈子, 把独生子儿子抚养成人, 原本想着儿子结婚了, 有自己的家庭, 以后夫妻俩就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可儿子虽然结婚了, 生活却过得很拮据, 倒不是说挣得钱少, 而是花得比挣得多, 每个月都需要老两口贴补点生活费, 转眼间张叔叔和李阿姨退休了, 此时的他们, 觉得儿子应该懂得如何自食其力, 帮着照顾了几年孩子之后, 年过花甲的张叔叔提议和老伴出去旅行几年, 没什么重大的事情就不回家, 等完够了再回来, 辛苦这么多年, 是时候让自己放松一下了,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旅行两年时间花费了37万的积蓄, 要不是有退休金, 生活都无法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老伴不想再潇洒了, 提议回家, 可他们回家后, 发现家里来了不速之客, 原本是自己的房子, 此时住进去一家五口陌生人, 给儿子打电话也不接, 询问后得知, 房子在半年前就被卖了, 这个时候张叔叔很后悔, 他没想到, 自己当年一个善意的决定, 会毁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以下是来自张叔叔的讲述, 我叫张其鸣, 今年65岁, 我比老伴大5岁, 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几十年, 我出生在工人家庭, 小时候家境还算优越, 最起码爸妈都是有工作的, 衣食无忧, 小时候不喜欢读书, 只读到初中毕业就在家里待着, 那个时候比较调皮, 一直到18岁, 我才参加工作, 此后的五年时间, 过得枯燥乏味, 直到有一天厂里来了一位漂亮的姑娘, 让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叫李敏, 是一个长相漂亮, 说话声音很好听的女孩, 自从李敏的出现, 整个三场的男工都沸腾了, 无时无刻不再献殷勤, 可我不同, 小聪明多, 油嘴滑舌, 最终博取了美人的芳心, 在我25岁那年, 我和李敏结婚了, 婚后第二年, 生下了儿子张存德, 有了儿子, 身上的负担感觉重了, 可毕竟还是年轻气盛, 暴躁的性格, 差点毁掉我的家庭, 有一次和工友发生矛盾, 大打出手, 导致对方骨折, 要不是我父亲出面极力保住了我, 也许我就丢掉了这个铁饭碗, 这件事后, 妻子和我的感情非常糟糕, 他选择和我分居, 长达两年时间, 那个时候下定决心痛改前非, 最终用自己的诚心 感动了妻子, 才回来和我继续过日子, 人总是要经历一些事情才会成长, 而我的成长是悲痛中度过, 自从和妻子和好如初后, 我的性格改变了许多, 首先是沉稳, 其次是懂得为家庭考虑, 最后就是一心想着挣钱, 儿子张存德是一个性格很古怪的人, 从小性格就很孤僻, 但是学习成绩非常好, 平时也不善于交朋友, 那个时候妻子对儿子的学习抓得很严格, 稍微有一点退步, 就会连夜加班加点的补习功课, 儿子也没有辜负妻子的付出, 后来考上了名牌大学, 对于全家族的人来说, 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因为我儿子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 为了庆祝儿子考上大学, 举行了一场庆功宴, 鞭炮齐名, 锣鼓喧天, 可儿子似乎对这些压根就不在乎, 只是应付了一下就说要回去睡觉, 对于儿子的性格, 有些担忧, 可进入大学后的第二年, 儿子打电话说谈了一个女朋友, 在那个年代, 我儿子的生活费一个月达到了1500元, 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 我和妻子都很高兴, 随着和妻子这么多年的磨合, 感情也很好, 因为不用照顾儿子, 我们的生活也轻松了不少, 可儿子迟早是要结婚生子的, 所以后续的压力并不小,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省吃俭用已经是刻在骨子里了, 平时很少在外面的饭馆吃饭, 妻子也希望节省一点, 等着儿子大学毕业后就让儿子结婚, 为了给儿子买房子, 我和妻子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400块钱, 当然, 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戒掉了烟酒, 平时也不出去应酬, 儿子在大学毕业的第三年结婚的, 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 在劳动节结完婚, 儿子就生活在省城, 可我们当时没有能力 给儿子在省城买房子, 而媳妇要一套房子, 只好把自己住的房子过户给儿子, 没有想到未来会怎样, 只是感觉都是一家人, 房子在谁的名下都无关紧要, 随着我和妻子在同一年退休, 儿子也生了二胎, 当时原本想着他们自己带孩子, 可儿媳妇说, 要我们帮忙带到读幼儿园后再走, 就这样, 我们来到了省城, 一个陌生的城市, 在这里生活了差不多三年时间, 等到小孙子读幼儿园后, 我和妻子回到了老家, 想着一辈子没有让妻子享福, 手里也有点积蓄, 就提议出去旅行两年, 好好潇洒一下, 毕竟以后老了, 想要出去玩, 即使有钱身体跟不上, 那是最悲哀的事情, 这件事只是和儿子提了一下, 他很反对, 觉得我都六十多岁了, 应该在家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 没必要浪费那些钱, 毕竟他的房子还没有着落, 可我当时不想再为儿子活, 希望他能自食其力, 就不顾儿子的反对, 和老伴开始了全国旅行, 沿途的风景是美妙的, 老伴很开心, 辛苦一辈子, 是第一次出远门, 他一路上都很兴奋, 我们在两年时间里, 去了好几十个城市, 山川湖泊, 城市的繁华都领略到了, 可出去玩耍, 即使在节省, 也是需要很多钱的, 大致算了一下, 我们在两年时间里花了三十七万, 妻子很心疼钱, 说什么也要回家, 就这样, 我带着意犹未尽的心情回到了老家, 可谁能想到, 开门的时候发现门锁换了, 听到房间有人, 就敲门, 以为是儿子一家在呢, 可开门的是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老太太, 问我们找谁, 当时就很纳闷, 这是我的房子, 肯定是回家, 我能找谁, 然而对方说这是他们买的房子, 已经买了半年时间, 是我儿子卖给他的, 这个时候真的很绝望, 给儿子打电话不接, 我们在宾馆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去省城找儿子, 他很不耐烦地让我们继续玩, 别回来了, 当时还想不明白我都不在, 儿子是怎么把房子卖掉的, 妻子提醒说是当年儿子结婚的时候, 已经过户到儿子名下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 好在儿子而媳妇最后接纳了我们, 可这件事一直在我的心里很不得尽, 没想到儿子会这样对待我这个父亲, 你以为所有的退休老人都会安分地度日, 带孙子, 二次就业, 并不完全是这样, 虽然有着退休金可以安稳度日, 但有一些对生活有所追求的人来说, 忙碌半辈子, 也该到享受的时候, 毕竟退休后有钱有闲, 可以过无拘无束的生活, 很多人在退休前就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 但真正到了退休后却开始躊躇满志, 毕竟没有了工作, 也闲不住要么帮子女带孩子要么过自己的小日子有些还要为子女打拼生活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压力大房贷车贷像一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父母有点退休金都会省吃俭用的攒下来然后给了子女而现年七十岁的沈方阿姨 却用别人不理解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晚年 54岁那年和相伴33年的丈夫离婚, 从此之后她带着一个行李箱, 开始了全国旅行, 这一走便是16年, 当然沈阿姨并不会乱花钱, 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 在16年时间里, 她花了70万, 可在子女心里, 沈阿姨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为了自己的自由, 连自己的婚姻都可以不要, 甚至三个儿女还为此不再和她来往, 但沈阿姨不在乎, 因为她过得真的很快乐, 以下是来自沈阿姨的讲述, 我今年七十岁, 看上去是一个很有气质的老太太, 并没有因为年龄大而生活得很邋遢, 17岁的时候, 我就参加了工作, 虽然只有初中学历, 但在那个年代, 我也算是知识分子, 在单位工作了33年时间, 从未请过一天假, 甚至结婚都是火急火燎的, 生怕领导说我偷奸耍滑, 在21岁的时候, 我嫁给了丈夫, 她是林业局的一个普通职员, 比我大四岁, 我们谈不上有爱情, 就是觉得都有工作单位, 父母以后有退休金, 算得上门当户对, 父母觉得可以, 我也不讨厌丈夫, 就这样结婚了,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丈夫有严重的家暴心理, 从结婚第四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家暴, 我不敢滋生, 因为公公婆婆向着丈夫, 不管我说什么, 都是我错在先, 所以挨打是正常现象, 用婆婆的话讲, 男人打老婆是正常的, 就是这样的家庭环境, 我还生了三个孩子,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在很多人眼里, 我是幸福的, 毕竟老公没几年就升职了, 而我的单位也不错, 后来还进修成了会计, 年轻的时候, 没少受委屈, 每当我把丈夫家暴的事情, 说给娘家人听, 他们只会说, 你都嫁人了天天回娘家告状, 让你婆嫁人怎么看待, 是啊, 我没有帮手, 父母不管, 哥哥姐姐更是眼不见为尽, 只能自己忍气吞声的生活, 这种压抑的生活, 让我感到窒息, 可又无法逃离, 毕竟孩子还小, 我必须把他们照顾大, 两个儿子不成器, 只读到高中就不读书了, 二女儿还算不错, 读了个师范大学, 后来当了老师, 可即使儿女都长大了, 他们也没觉得家暴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虽然不鼓励, 但每次丈夫打我的时候, 儿女都会躲在房间, 似乎习以为常了, 那个时候,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 离婚, 盼着儿女长大, 盼着儿女成家立业, 熬了二十多年, 三个孩子终于长大了, 翅膀硬了也就可以自由地飞翔了, 大儿子在我们当地开了一家建材店, 小儿子在省城发展, 日子过得也不错, 二女儿的生活过得平平淡淡, 不愁吃喝, 女婿也是教师, 所以她们的人生, 基本上就定格在普通人的这个群体, 成不了什么气候, 即使我们都到了中年, 可丈夫的脾气一点都没改, 虽然没有以前家暴的频率高, 但只要一生气, 就会摔东西, 要么就是随手捡起来东西向我狠狠地砸来, 我的身上遍体鳞伤, 这些都是拜丈夫所赐, 家暴过后留下的疤痕是一辈子的, 也许穿上衣服没有人看得到, 可在我的心里, 每一条疤痕都像是刻在心底, 历历在目, 五十岁的时候我退休了, 小儿子也生了二胎, 帮忙带了三年孩子, 因为我的观念保守, 和儿媳妇三言两语就要吵架, 好在此时小孙子也读幼儿园, 我回到家里, 三年来没怎么和丈夫见面, 原以为她的脾气会收敛一下, 没想到回到家的当晚就被丈夫打了, 下定决心离婚, 可她不同意, 最终我决定起诉, 不顾脸面, 因为想活的体面, 就要堂堂正正地做正正地做个人, 离婚后, 她给了我十六万块钱, 我从家里搬了出来, 无处可去, 只好带着行李箱, 走走停停, 没想到外面的世界这么精彩, 从此之后, 我开始浪迹天涯, 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很满意, 也感到快乐, 刚开始儿女还担心我的安危, 当然更多的是埋怨, 觉得我这么大年纪了, 还要和她父亲闹得那么不愉快, 一定是得了十心疯, 可他们忘记了我是怎么被对待的, 这么多年, 挨打受气, 有几天是快乐的, 在这十六年时间, 我去了差不多一百多个城市, 每一个城市会住一阵子, 会打短工, 刷盘子, 洗菜这些都干过, 平时也会捡破烂换点钱, 虽说这么多年我花了不少钱, 但对以后的生活并没有影响, 因为我挣的钱加上退休金, 足够生活, 甚至现在还攒下三四十万, 可终究老了, 七十岁了, 想着以后要进养老院, 很是心酸, 我有三个儿女却因为这些年漂泊在外和我断了来往, 父母给我留下一套房子, 在县城中心, 面积也挺大, 想着以后卖了就到好一点的养老院, 但我回去后, 侄子很热情地接到家里, 把我好吃好喝地供养着, 还不要一分钱, 短短半年时间, 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比起自己的哥哥姐姐, 我感觉侄子们是懂事的, 最起码知道这些年我是受委屈的, 现在老了没人管, 他愿意管, 还让我把房子捐出去, 谁给我养老, 就把房子给谁, 这是我的心里话, 但没有明说出来, 我家的房子也价值百万, 原来想着这套房子是给儿子的, 但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 他们连我这个妈妈都不认, 给他们也只是添堵, 最终趁着我现在脑袋还清醒, 找了律师做了公证, 等我百年之后, 这套房子就送给侄子, 女人这一辈子真的不容易, 嫁给爱你的男人, 你能幸福一辈子, 即使七老八十, 还是小公主, 但嫁给家暴的男人, 只有天天流眼泪, 这辈子值了, 因为潇洒得了十六年, 享受到生活的滋味了。